美之秀心体美容中心举行健康与美讲座 帮助大家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进而达到抗衰功能 那陈国泉医师带领我们已经迈向20年了 那我们今天早上约了一大堆女朋友来吃早餐 那为什么要约她们来吃早餐呢 就是看她们吃的健康吗 我们请了我们的营养师黑手吴西树来分享一下 她们刚才吃了有多少calorie呢 还有陈医师我们的Joanne老师 还有我们Cuzcup的那个主管都来分享一下 最新的那个怎么健康可以受伸 惠中蒋凤怡女士和我们分享了她的成功案例 在COVID的时候都没有去看医生 那到医院的时候我就去看我的医生验血啊 然后她就告诉我 她说Doris啊你一定要开始注意你的饮食 因为你已经超出了是pre-diabetic 你现在已经是属于diabetic 另外呢她就跟我讲 她说你吃完饭以后 差不多10到20分钟就出去跑路 就走路啦也不一定要跑啦 这样就可以消耗掉 那我说那也是一个好办法 所以呢这个是我的动力 你知道光是靠这个是不行 你看9个月以内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陈台是很熟的DSE 我就跟她讲 我说我可能要减点肥 因为自己看到自己的肚皮啊 因为刚刚我们有一个讲座 她说更年期的时候的女性就会 体重会高升 我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那个肚皮就很大 所以我就配合做冷冻 然后一个月做一次 大概做了反正就是1月啊 到现在9月了嘛 那每个月就来一次 就专门就是剪那个肚皮的 然后呢还有做一些M6 她是穿了一种特别的衣服 然后有一个美容师 就有一个专人就帮我推我的肚皮 所以我觉得自己很成功 那冷冻融资呢 是美国最大的那个上市公司 Botox的公司里头的那个产品 所以她有很好 很多优良的那个保证 然后呢做了很多的医疗上面的FDA 就有印证的 那一般来讲呢 我们有需要坐在哪一个地方 比较最多呢 一般来讲呢 女性呢都是在肚皮 肚皮你怎么做Sit Up啊 还是因为你工作上面坐得多啊 开车啊 那你的肚皮的比较呢 脂肪比较多 所以呢可以坐在肚皮的地方 也可以呢坐在那个手的 白白肉啦还是大腿啦 那个还有不同的有需要的地方 那我们美肢瘦呢 当然不止一个冷冻融资啦 我们有跟你呢 Custom make的就是量身定做的 我们还有有RF啦 那个电波啦 还有敲心波啦 还有很多那个淋巴排毒的 所以呢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机器 还包括营养师啊 医师啊团队为你Custom make 就看你需要在哪一个地方 所以轻轻松松 最主要要健康 健康呢就有美丽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剪掉那个三五磅啦 那个太容易的事情了 可以找我们美之秀DSC 讲座成功地秀出美丽人生 美之秀 秀出美丽人生 耶 天下卫视采访报道